伊丽莎版女王从小就备受关注,从衣食住行到私人生活。 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一下女王那些美貌的珠宝吧! 女王登基加冕仪式所用的王冠。 王冠上镶嵌了多达三千颗的各种宝石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光明山钻石。 纯金制作重于五磅,1661年为查理二世的加冕仪式而制作。 钞票上的王冠,大不列颠吉爱尔兰之女王冠。 什么别墅豪车,做新婚礼物,在英女王面前都是浮云。 英女王的这份新婚礼物,可是印在英镑上的。 大不列颠吉爱尔兰之女王冠,是玛丽王后,在1893年得到的结婚礼物。 在1947年,玛丽王后又把她作为结婚礼物,送给了孙女伊丽莎白女王。 王冠的顶上的钻石,可以换成珍珠,而且底座也是可以自由拆卸的。 重大场合所佩戴的王冠,俄罗斯公爵夫人王冠。 这顶王冠是玛丽王后,1921年,从未来庆假希腊的尼古拉斯王妃, 后来到肯特公爵夫人玛丽娜之母,手里买下来的。 上面的珍珠吊坠,是可以换成祖母绿,也可以不加任何罪事只带空圈。 女王大人的目标就是,想怎么换,就怎么换。 亚历山德拉王后的达格玛项链 亚历山德拉皇后的达格玛项链,最早是一件慷慨的礼物。 由丹麦王公珠宝将,为1863年,亚历山德拉公主,与威尔士王子的婚礼而至。 2000颗钻石和118颗珍珠,镶嵌于金链之上。 它原来还包括一块木头碎片,据说是真实自驾碎片。 另外还有一片许自克努特国王坟墓的丝绸,德里王公项链。 女王的高僧祖母,曾经获得了一盒子绿松石。 她过世之后,这盒绿松石到了儿子手里。 儿子把这盒绿松石又给情妇。 玛丽女王花高价从情妇手里买了回来,打造成了这条项链。 不过这条项链最有价值的地方,不仅仅在于绿松石。 因为这条项链上面,还镶嵌了库利南钻石点缀。 乔治六世国王的维多利亚套装。 红宝石项链。 海德拉巴国王项链。 班刀项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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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